藥剂師?有這一書? 嗯...你知道嗎? 這個你常常聽到的名詞 其實在台灣的法律中早就不存在了呢 然而後續隨著一路職業以來 以及一些前輩的提點 漸漸對這件事有了比較開放的態度 雖然我仍然希望民眾稱我們為藥師 但藥剂之名真的沒有那麼可怕 大家好,我是木基藥師 這個頻道是在分享醫藥知識 以及一些藥師工作與生活的大小事 如果喜歡這樣的內容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我上片的時候就會收到通知囉 大家有走進去過藥局嗎? 沒有的話多少有看過醫生拿過藥吧 當你在拿藥的時候 是怎麼稱呼那位交付藥品給你的人呢? 藥師? 沒錯沒錯 大家好,我是木基藥師 藥師? 對啦,我就是藥師啦 藥剂師?有這一書? 嗯...你知道嗎? 這個你常常聽到的名詞 其實在台灣的法律中早就不存在了呢 在使用漢字的地區受到日本的影響 香港、澳門使用的職稱都是藥剂師 而日文中則是 藥剂師 中國近年從藥剂師改稱為藥師 但在台灣 我們現在用的名詞則是 藥師跟藥剂師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呢? 台灣最早對藥師人員有法律規範的名詞 是在1896年 台灣總督府頒定 台灣藥剂師、藥總商、製藥者取避規則 而中華民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藥師 這個詞是1929年由國民政府公布的 藥師占行條例 但後來又在1943年改為藥剂師法 並同時發佈藥剂生法 然後就像我之前這支影片所提到的 現在藥師的職責已經不限於調製、調配藥劑 並進行完整的藥師照護 不再僅限於藥劑領域 所以在1979年又再度的修法 改成了藥師法 所以藥劑師這個名詞 其實在台灣法律中消失了40年了呢 那剛剛有提到 台灣另外一個也跟藥劑師很接近的名詞 藥劑生 這又跟藥師有什麼不一樣呢? 1960年代 藥界前輩創立了藥學專科學校 藥劑職業學校 並設立藥學科 這些學校的藥學科畢業生 可以考取所謂的藥劑生 而藥劑生的業務範圍呢 其實跟藥師相去不遠 只差不能調剔麻醉藥品而已 但就像前面所提到的 雖然對藥學專業要求逐漸增高 藥學教育的內容也逐漸增加 藥學科的教育已經不符合需求了 所以台灣藥學會 後來就逐漸裁測這些專科跟高職的藥學科 因此最後一屆的五專部藥學科 就在2004年走入歷史 而最後一次的藥劑生考試 則是在2008年之後 就不會有新的藥劑生了 但本來是藥劑生的 則不會受到影響 所以當你下次看到有人執照 不是藥師 而是藥劑生的時候 不要懷疑 他們也是正牌的藥師人員喔 那既然改名經過了40年 為什麼我們還是常聽到 大家叫我們藥劑師呢 我個人分析是這樣的 現在50歲以上 也就是1970年前出生的長輩 在他們年輕的時候 已經習慣稱呼藥劑師了 而且在台灣這個 眾醫聽藥的環境 藥師的聲望相對較低 所以藥師在法律上的證明 對民眾來講其實影響也不大 而他們的子女 也就是我這一輩的人 受到家庭教育的影響 也還是不少人會繼續使用 藥劑師這個名詞就是了 那作為藥師又是如何看待這件事呢 以前還是藥學生的我 曾經為了製作藥學系 受跑典禮的海報 因為名詞使用的疑慮向主任詢問 結果主任怎麼回答的呢 連藥學系學生都不知道自己 將成為藥師而不是藥劑師 你看 連藥學系主任都擔心自己的學生 搞不清楚呢 而我也正如信件中所說 平常有認識的人或長輩 提到藥劑師 我個人也會糾正他們 我對這名的要求可見一斑啊 然而後續隨著一路職業以來 以及一些前輩的提點 漸漸對這件事有了比較開放的態度 雖然我仍然希望民眾稱我們為藥師 但藥劑之名真的沒有那麼可怕 因為不管是日本的 港澳的藥劑師 台灣各大醫院的藥劑科、藥劑部 或是前述的藥劑生 即便名字裡是藥劑 但他們仍就提供民眾完善的藥物知識 以及藥室服務 所以那些已經習慣叫藥劑師 有這斯韋郎 我想沒有必要硬是去改變他們 畢竟語言是作為溝通的工具 與其糾結於那個名詞 不如展現專業 讓民眾更認同藥師 相信會讓更多民眾願意接受這樣的證明 而只要民眾願意了解 我相信各位藥師也都非常樂意去解釋 甚至就像我這樣拍一支影片 讓大家知道來龍去脈 然而像政府單位、新聞媒體等具有正當性、公信力及影響力的單位 在敘述的時候 我認為還是要使用正確的法定名詞 這樣長久下來 我相信未來大家是會慢慢改變的呢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並把影片分享給想了解藥師證明 或是想知道藥師藥劑生差異的朋友們 我是木居藥師 我們下次見 掰掰